救我弟弟 救我弟弟啊 救我弟弟 我在这里啊 好像是很救命的声音 你怎么也疯了 豹小姐那么稀的嗓子 木道空间封闭 声音经过墙壁的船 那点反射可能会发生变化 它可能被什么东西压住了 所以声音听上去和时针 封闭的木道空间 可能会让人丧失方向看看距离开 怎么了 找豹小姐 豹小姐 前面女 别动 豹小姐在下面 娜娜 别动 这是陷阱机关 不能碰 这有三块木板相互咬合的 下面有配重 只要陷阱一打开木板就会复原 你怎么知道 我看过一个闪灯的谷布资料 只有一个办法 是有人跳上去把陷阱打开 然后下去救人 救命啊 救命啊 把那个人不就掉下去了 西藏保护上来 说我的气都敲 谁敢下去 办法是你想的 还是 你下去比较合适 我 我行 拜托了 我给你钱 多少都行 川和中央的臂力最强 他们在上面接应 应该没有问题 放心吧 我和中央一定不会放手 就算你掉下去 你能拉上来 那好吧 我下去 拜托了 对了 你还是把陷阱处给我 万一掉下去了 帮我帮我 等我抬下去 我们接着潜移 你要接着 你得把木板扶住 不能让他飞远 一 一 三 一 拉住 小心 快 慢点 慢点 放 没事吧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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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得急 不得急啊 这 那一块你上 你上 好好好 好好好 好 好 我忙啊 来 来 来 兄弟 兄弟 快快慢点 来 来 来 一二 来 慢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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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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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小心 小心 来 来 来 固爷 抓住了啊 等等 固肉身 肉身之重 乃佛家修炼之实 肉身之苦 乃佛陀悟道之处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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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续在图书馆泡了几天 终于搞清楚了爸爸的事情 原来很早以前 他是个考古学者 他一定很在意这个身份 我能看出他的不舍得 我已经不小了 该为家里分担点事了 这是高阳公主的侍女印吗 你怎么知道 我怎么不知道 因为我喜欢高阳公主 出完才组织这次探险的 她对你挺好的 要是我有女朋友 我也要对她这样 我怎么还是有点晕着呢 不对劲儿 志南真 有死场 用不了 开个短会 这次探险也算是尽党顾客了 现在面临真正的危险了 大家考虑清楚 想退出的 不丢人 都到这儿了 怎么能半途而废 不就是想加钱吗 多少 我给 求了吧 这不是钱的事 下来已经一个多小时了 还有考虑回去 电池和吉养都坚持不了 要不这样 咱们先回去 今天就在外面露营了 用机车电瓶中网店以后 明天一早再出发 好不好 狗屁探险舍 老连旅行团吧 到这儿都不敢进去 你们要是不跟我进去 那么站住的事 拉倒吧 咱们走 初安 要我是社长 可不允许别人这么说探险是吧 这样吧 你们继续走 我回去拿一下浆和装备 然后再找你们 在这里面我最合适 那让钱已跟你去 把装备都背过来 用不着 好 别忘了 看见年头我比你成 你待我看我们就行 嫌疑 得麻烦你去追中阳 告诉他以后遇到岔路 一律往左边走 先后监督着点 别让他违反规征 去吧 你干嘛 没事 但有我猜错了 中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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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会的 中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吓个神呢你 投拿东西还打人 没有素质 没有教养 怎么回事 谁把器官给打开了 马拉德差点死在里头 为什么 为什么 你在干嘛 我留个买路钱 做个记号 不过 免得迷路 还信这个 这就算是一种新的暗示吧 暗示一切都会顺利 然后才有自信啊 不过 冲安总跟我说 我要是有自信啊 更容易做错事 他还胡说八道 你别什么都听他的 磨蹭什么 还不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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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笔画上也有枕木树 上面没写 哪里没写 母爸的日记本 行了 行了 别吹牛了 跟我走 我是说真的 一共有六个 你身手乱模什么 破坏文物啊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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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醒人呢 来不及了 走 回来找你 别走 别走 走 不过了 你都挖不了 我去叫人 走 别说 我们大部被你困住了 我不能累你们 你们走 别走 我快去的步 别 走 全 他下太好生生 你先在背后 全都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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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人 全都快 推 帘 朗平 那没有 先路 拉我们 衣 witnessed 快 来 来 来 救你 快来 救你 救你 淳 淳 这才是木门哪 终于找到了 快走 初安 不能再走了 刚才差点出大事 我已经到这里了 心愿已了 我也知道你有勇气 有能力 到此为止吧 不能走 只要进入追山门 我们探险社就出名了 我也就 探险结束 初安 我们快追 气场 这个距离 一样打死你 你心里 你干什么 我说了 震燕 你干嘛呢 拿了个玩意儿吓唬人 你也垫眼啊 别受伤吧 这么说 抽身人金鞋 犀牛羊出鸡前 五处骨鞋 和领土而成 瘦成点筋 驱长鸡翅 单脚双蹄 双爪双飞翅 踪如枪 这就是什么围人王 我又想吓唬 这么说是活呢 这么说是活的 闭嘴 不许自己吓唬自己 哎 秋老板 你们究竟有什么阴谋 今天不说清楚 大家都别想好过 你冷静点 我能有什么阴谋 我只是想让你 站住我们探险社 为什么带他下来 你快跟秋老板解释 到底怎么回事 你怎么知道这么多 这我爸写的 别胡说 你爸只是个做肉夹馍的 我爸以前写日记 后来都烧掉了 我是偷偷拿出几本 我知道的东西 都是从事件本里看来的 起来 老板 那个牛杀是怎么回事 谁想害死我们 这到底是在干什么呀 你 受伤了 好像被什么东西踩了 是骨折了 那得用假扮固定再行 那直接包给我 他们都走了 你别想太多了 春 春肯定不知道你摔倒了 以为还抓着你跑呢 小时候 我俩都被狗追 他招着邻居小女孩 以为是我 跑得可快了 你干吗 我小时候骨折过 懂一点 你懂得还真不少 忍上点 我们怎么出去啊 还出得去吗 这牌头上肯定有门 先歇会儿 咱爬过去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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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手没事吧 没事 还能坚持 你 拿着 你打狗没会塌的 这是过去的防盗手段 这么拧着修的 我包里有绳子 踩我的肩上去 来 来 接住 这就死活动 不行 回去 这边 盈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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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邱老板的 他的包还在我这 应该在后面吧 这条路走不通 还是得回去 这个洞 这肯定是个出口 我先上去看看 来 我拉你上来 怎么样 手 来 来 来 是怎么回事 谁把机关给打开啊 你刚才看见字了吗 第一个真木兽 胸前是贪忘欲 陷阱里面还有一个 附近也有字 是苦肉身 我见过这几个字 我爸曾经灵悟过一个悲铁 是唐朝的玄奘和尚 感悟佛法的心经 应该是他的弟子 便机和尚写的 便机和尚 就是传言 与高阳公主有私情的 那个便机 苦肉身 贪忘欲 还有嫉妒恨 爱别离 怨赠慧 求不得 来 小心 来 快 给 有 什么办法 先把火 用火灶 好多啊 不行 快滅了 快滅 不行 快滅了 快滅 你先踢腳 又一個碎我的鍾木獸 又一個屍女 對不起 對不起 来 别哭了 能活了就不错了 那我们怎么办呢 这九哥会给那个怪物吃掉呢 拿着吧 救人也得先出去 那还来得及吗 我们找的没错 就是这里 什么 这就是高阳光子的墓 边际和尚被腰斩 驸马怕它有伏法加持 所以选择在夜里行刑 但是这个壁画 不像是黄泉画石的风格 是边际和尚自己画的 没有可能 这库墓建好之前 边际和尚就已经死了 再说 他要画自己被腰斩 不是很没面子吗 这很好理解 作为一个高僧 如果他认为自己是被冤枉的 他一定会画出真相给后人们看 让历史还自己一个清白 又是边际和尚 又是边际和尚 高阳公主一定很寂寞 你怎么看出来的 虽然她身边有很多侍女 但是你就是觉得她很孤单 画这幅壁画的人 一定很懂她 她在听遍积和尚讲经的时候 内心一定获得了极大的喜悦 只有孤独的人与的爱情 才能做出那么惊天动地的事 你又没有闻到有一股血腥味 我们会不会死在这儿啊 既然有人来过 就一定有路能出去 我爬不动了 不会吧 这个 怎么那么惊天 什么声音 什么声音 盐盐 前妮 可嫁到你們了 把人家一个人丢下不管 信不信华山知道 谁 你干什么 没法救他 我死过一次我不去 你干什么 见面里人的东西都怕过 我是问你要做什么 救他呀 不能找到没看见 你要找此别连连我们 不委屈 你 叹险事归章 绝不抛弃同伴 你告诉我的 你害怕吗 你呢 有点 你多害怕 有败我就不败 有败 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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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 小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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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往那边跑 芊怡 你没事吧 我买了 芊怡 刚才我去找中阳 我看到他拖拿金子 我劝他他不听 我就要回去找你们 可是我迷了 就像鬼打枪一样 不是你 来个东西在那边 你干嘛 不能躲死 大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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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刚处 城下大大 我爸都逼着我画这个 画了无数遍 比起自己的名字还多 所以 当你拿着他的照片来找我的时候 你知道当时有多正经吗 我差点尿都出来了 什么意思啊 修老板 你别闹了 行吗 你明白吗 不明白 把金刚处给我 把金刚处给我 到底是什么 你说的 什么 这些人 我怕 我怕 帅 你担心 捉心 我怕 我们来过这里 爱别离 上次没注意到啊 这也是遍迹和尚写的吧 是 但这是后来写上去的 这谁写的 什么时候 为什么 每个这么说都是一道机关 难置人于此地 是怕有人盗墓吗 嗯 我怀疑 你怀疑个屁啊 你有什么资格怀疑 好好地刻你的图章去吧 我怀疑 是遍迹给高阳公主修的墓 高阳公主死的时候 她已经被妖斩一年了 我在跟你说话呢 我也在说话呢 你别插嘴 崇安 闭嘴 遍迹 他精通梵文 大唐西域记 就是他执笔的 他在西域学了一生古怪的本领 在古代 如果有人终其一生去修炼 我认为那是很有可能存在的 也许 也许他可以腰斩而不死 或者 或者这个墓 还是驸马建造的 但是他使用某种手段 也进到这个墓里 设置了这些机关 但不是为了防盗 而是为了 复仇 我看过一本书 上面说 高阳公主并非因病去世 而是驸马恨她与别人有私情 让她没脸见人 所以偷偷将她堵死 完全合理啊 编辑没有死 她知道公主是这么死的 她一定会想办法杀了驸马给公主复仇 看这里 这个墓室 按照习俗 在墓血封闭之前 驸马会来这里送公主最后一程 这是编辑复仇的机会 这就是她 不对 历史上 驸马又活了好几年 不知道 但是我肯定 编辑她一定满怀仇恨 所以我们才看到这么多 她被腰斩 还有带着枷锁的话 这说明 她对自己被腰斩不能释怀 所以 她在这么受伤才写下人世六苦 来表达她的痛苦 你不是说那是汴姬河上的六苦吗 对 真是让人看开 苦肉身 贪妄于 妒忌恨 爱别离 怨葬慧求不得 这里面有多少是她自己的感悟 为什么 为什么 这 这就是汴姬的法身一退 她果然是藏身墓内 画下了她跟公主的故事 独居清冷酷 心形济无踪 这 这会不会就是她的变白 她知道 刺杀驸马必然会引起天下震动 所以她画下这些话 是想还公主一个清白 她是想告诉后人 她跟公主是无辜的 她被妖斩是受人冤枉的 是千古奇约 但是画到这里 她突然意识到 其实她们早就相爱了 她觉得自己并没有想象的那么无辜 她不想活下去了 她不想活下去了 她不想活blo 放下